不是一切和一定有弯曲 不是一切林都叫做树木 不是一切女人都心怀禅曲 不是一切自在必然享受快乐 大家好 今天继续更新《涅槃经》的第十件 那时候文书施利对佛说 使尊 今天纯陀还有疑问 希望如来再次为他解说 令他断除疑惑 佛说 善男子 什么疑惑 你说出来 我为你断 文书施利说 纯陀心仪的事 如来因之见佛性力而得常住 如果是见到佛性而成为常 那么原来未见佛性之时应该是无常 如果本来是无常的以后 也应一样 为什么呢 如同世间之物本来没有的 现在有了 已经有的还会变无 这些都是无常 这些都是无常 因此 实力赞叹 善灾 诚如圣教 我今天才了解诸佛菩萨声闻原觉也有差别 也无差别 家业菩萨对佛说 使尊 如来所说 诸佛菩萨声闻原觉之性没有差别 希望如来详细解说 利益安乐一切众生 佛说 善男子 仔细听好 我为你解说 善男子 比如有长者续养很多不同的颜色的奶牛 让一个人守护放养 此人有一天 为了此次把这些牛产的奶放到一个容器中 见到奶色都为白色 便很奇怪 牛色不同 为何牛奶是同一颜色 此人想 这是众生夜报的因缘 食乳的颜色一样 善男子 声闻原觉菩萨也是如此 同一佛性如同牛乳 也为同是浸漏的烟骨 而众生说佛 菩萨 声闻原觉有差别 声闻凡复之人 疑惑三圣为何无差别 这些众生以后自会了解三圣同一佛性 有如那人恍然大悟辱 像是阴夜里因缘所致 另外善男子 比如金矿经过剔除子惠 然后消融而成金 之后价值无量 善男子 声闻原觉菩萨也是如此 都能成就同一佛性 也为处处烦恼的缘故 如同金矿剔除子惠 因此一切众生同一佛性 没有差别 因其先闻如来密葬 而后成佛时自然得知 如同那长者知道 如是同样颜色 也为断除无量一烦恼 加夜菩萨对佛说 世尊 如果一切众生有佛性 佛与众生有何差别 这样说的问题很多 如果众生皆有佛性 为何摄立佛等 以小涅槃而搬涅槃 原觉之人 于中涅槃而搬涅槃 菩萨之人 于大涅槃而搬涅槃 这些人如果同一佛性 为何不跟如来一样 而搬涅槃呢 善男子 诸佛世尊所得涅槃 不是生闻原觉所得的 因此大般涅槃叫做善友 世间如果没有佛 二成人仍能得到二成的涅槃 加夜又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佛说 无量无边阿僧其结中 才有一佛出现于世 开始三圣佛法 善男子 如你所说 菩萨二成没有差别 我之前再次如来 密藏大涅槃中 以说阿罗汉不具备 善友是方便说 为什么呢 所有阿罗汉都会得此大涅槃 因此大般涅槃有必经乐 所以叫做大般涅槃 加夜说 如佛所说 我才知道差别和无差别的道理 即一切菩萨生闻原觉 未来之事 都会归于大般涅槃 如同河流归于大海 所以 生闻原觉之人都是常 不是无常 因此也有差别 也无差别 加夜说 如何是性差别 佛说 善男子 生闻如辱 原觉如涝 菩萨 佛世尊 有如醍醐 因此 大涅槃中说 四种性 而有差别 加夜又说 一切众生的性相如何 佛说 善男子 如同牛心生时 乳血还未分别 凡夫之性 夹杂着各种烦恼 也是如此 加夜又说 居师那城 有个詹陀罗名字叫欢喜 佛授记此人 由一发心 而于此界的 千佛术中 速成无上正真之道 为何如来 不计尊者设立福 目尖连等人 速成福道呢 佛说 善男子 如果生闻 原觉 菩萨做誓愿 我要久久 护持正法 然后乃成无上佛道 因发此夙愿 所以与他迅速授记 另外 善男子 比如 商人有无价宝 到市场拍卖 愚人见得 不认识宝贝而嘲笑 宝贝主人说 我的宝珠价值无数 听众都笑 互相说 这不是珍宝 是玻璃珠 善男子 声闻原觉 也是如此 听到别人被诉计 就懈怠 轻笑搏剑 如同鱼人 不识珍宝 在未来 是有很多比丘 不能辛勤 修习善法 贫穷困苦 被饥饿所毙 因是出家人儿的公养 心智浮躁 邪命禅去 如果听说 如来为声闻 寿宿积寂 就大笑 而轻慢回子那人 要知道 这就是破解 这些人自称 已得到过人之法 因此而言 随其发心宿愿 而受宿计 维护正法者受远计 嘉业菩萨又对佛说 世尊 菩萨摩赫萨 为何能得不坏眷属 佛告诉嘉业 如果菩萨勤家精进 欲护正法 凭此因缘 所得眷属不可举坏 嘉业菩萨又对佛说 世尊 为何因缘众生会唇口干交 佛告诉嘉业 如果有人不识三宝长存 因此便会唇口干交 如同人口腔上火 而不知甜苦心醋 但六味的差别 一切众生也为愚痴无至 而不识三宝是常住法 所以叫做唇口干交 另外善男子 若有众生不知如来是常住 那么此人就是天生盲目 如果知道如来是常住 此人虽有肉眼 而我说这叫天眼 另外善男子 如果有人能知道如来是常 那么此人一定早已修悉此经典 我说此人也明天眼 就算有天眼 却不知如来是常 我说这是肉眼 此人不识自身手脚关键 也不能令他人识别 因此叫做肉眼 另外善男子 如来总为一切众生做父母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种种行类 无论二族 四族 多族 五族 佛用同一声音而为之说法 这些异类各自都能了解 都感叹如来今日为我说法 因此称为父母 另外善男子 如同人生的孩子 才十六月 虽然能言语却不清楚 于是孩子父母为了教他说话 就先用跟他一样的语音 逐渐教他 这父母的语言是不正确的 不是 是尊 善男子 诸佛如来也是如此 随着众生的语言 而为他们说法 为了让其安住于正法 随着众生所应该见到 而为其视线种种形象 如来这样的语言 是不正的吗 不是 是尊 如来所说 如同狮子后 随顺世间的种种音声 而为众生解说妙法 大班涅槃经 一切大众所问品第五 这是世尊脸上放出青 黄 赤 白 红 紫色的光明 照耀纯陀 纯陀遇到光明后 就与眷属带着姚善 马上来到佛前 要供奉如来和比丘僧最后供养 把种种器物装满食物 都拿到佛前 这是有大威德的天人 挡在纯陀面前 周扎围绕起来对纯陀说 等等 纯陀不要现在试试 这是如来又放出 无量无边的种种光明 诸天大众遇到此光后 立刻同意纯陀供养佛陀 于是天人和众生 各自拿着供养来到佛前 跪着对佛说 希望如来允许比丘们 接受此饮食 比丘们知道是时候了 于是拿着一波 以心安详 这时纯陀为佛和僧 布置好种种狮子宝座 悬挂着增藩盖花香樱落 三千大千世界 庄严微妙 犹如西方安乐国土 这时纯陀在佛前 幽悲惆怅 再次请求 指希望如来 可怜我等 请停留一节 或少于一节的时间吧 佛告诉纯陀 你想让我久住于世 就应该赶快 不是最后供养 以便获得巨足谭波罗蜜 这是一切菩萨摩赫萨 天人 砸了一口铜音说道 奇特 纯陀 成就如此大的福的 能让如来接受 最后的无上供养 而我等无福 所说的工具 都只能是唐娟了 这是世尊 要让一切众满足 身上每一毛孔 都化身无量佛 每一佛都有无量诛 比丘僧围绕 这些世尊和无量众 都来视线接受供养 世家如来 自己则接受 纯陀所奉的供养 这是纯陀所拿的摩切 陀国精密 满足八户四道 因佛神力充足 整个大会 纯陀见到此事 无限欢喜 一切大众也是如此 此时 大众接受佛的圣旨 各自想到 如来现在 已接受我们的不是 不久就会进入涅槃 想到此处心生悲喜 那时候树林狭小 因佛神力 就算针锋那么小的地方 也有无量诸佛 世尊极其眷属 坐地而视 所吃的食物没有差别 这时 天人阿修罗都提气悲叹地说道 如来今日已经接受 我们最后的供养 然后就要进入班涅槃 我们以后还能供养谁 我们就要永离无上钓鱼 如同盲人没有眼睛一样 而是世尊位 欲为欲一切大众 而说济言 如等莫悲叹 诸佛法婴儿 我入于涅槃 已经无量节 常受罪圣乐 永处安隐处 辱今至心 听我当说涅槃 我已离时想 终无饥可患 我今当为辱 说其随顺愿 令诸一切众 闲得安隐乐 入闻应修行诸佛法常住 假使无角 同共一树鸡 有如亲兄弟 而乃永涅槃 如来是一切 有如罗 罗 常为众生尊 云和永涅槃 假使蛇属郎 同处一学友 相爱如兄弟 而乃永涅槃 如来是一切 有如罗 罗 常为众生尊 云和永涅槃 假使七叶花 转为婆师香 加留加果树 转为震头果 如来是一切 有如罗 罗 云和舍慈悲 涌入于涅槃 假使一产提 现身成佛道 永处第一乐耳 乃入涅槃 如来是一切 皆如罗 罗 云和舍慈悲 涌入于涅槃 假使一切众 亦是成佛道 远离诸国幻儿 乃入涅槃 如来是一切 皆如罗 罗 云和舍慈悲 涌入于涅槃 假使蚊子尿 浸坏于大地 珠山及百川大海西盈满 若有如是是 而乃入涅槃 悲心是一切皆如罗 罗 常为众生尊 云和永涅槃 亦是固如等应深乐正法 不应生忧恼 豪气而啼呼 若欲自正行应羞辱来场 当官如是法 长存不便意 负应生 使念三宝皆常住 使则或大户 如咒哭声 使名为三宝 四众应善听 文以应欢喜 即发菩提心 若能记三宝常住同真地 此则是诸佛 罪上之誓愿 于是 世尊为了安慰一切大众 而说 你们不要悲叹 诸佛之法就是如此 我在涅槃中 已经无量劫了 长久地享受 罪上的快乐 永远处在安隐之处 你们今日仔细听好 我要给你们讲讲涅槃 我已经离开识想 永远不会被饥渴苦恼 我现在就为你们解说 此中随顺大众之愿 令一切众都得到安隐之乐 你们既然听闻到 佛法常住的道理 就要如此刻苦修行 假使乌鸦和熊鹰 在一棵树上栖息 犹如亲兄弟一样 我才会涌入涅槃 如来对待一切众生 犹如罗 罗一般 作为众生的世尊 怎能永远涅槃呢 假使蛇 鼠 狼 都在一个洞穴居住 相亲相爱 如同兄弟 我才会涌入涅槃 如来对待一切众生 犹如罗 罗一般 作为众生的世尊 怎能永远涅槃呢 假使七叶花 变成婆湿香 加留加果树 变成镇头果 我才会涌入涅槃 如来对待一切众生 犹如罗 罗一般 作为众生的世尊 怎能永远涅槃呢 假使一产提 也能现身成佛道 永处在第一乐中 我才会涌入涅槃 如来对待一切众生 犹如罗 罗一般 作为众生的世尊 怎能永远涅槃呢 假使一切众生 一同成就福道 远离所有过患 我才会涌入涅槃 如来对待一切众生 犹如罗 罗一般 作为众生的世尊 怎能永远涅槃呢 假使蚊子的尿能 进没大地 山河百川 让大海都装满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才会涌入涅槃 如来对待一切众生 犹如罗 罗一般 作为众生的世尊 怎能永远涅槃呢 所以你们应该喜爱正法 不应忧恼 好气体护 如果要自己修行正行 应当修行如来是常 应当关照此法 长存不便 也要知道 三宝都是常住的 这样就能获得巨大的保护 如同咒术让生果枯萎 这叫做三宝 四众要好好地听 听闻后要欢喜 立刻发起菩提心 如果能知道三宝常住的真谛 这就是诸佛罪上的誓愿 如果比丘 比丘 比丘尼 幽婆塞 幽婆疑 能以如来罪上誓愿而发愿的 那么 此人没有鱼吃 可以接受大众的供养 此愿力功德果报 在世间最盛 如同阿罗汉一样 如果有不能如此理解三宝是常 那就是詹陀罗 屠夫 如果有人能知道三宝常住的始法因缘 就能离苦安乐 没有灾害能危害的 这是人天大众阿修罗 听闻此法后心生欢喜 永业无量 他们心念柔和 灭除诸盖 心无高下 为得清静 颜貌一跃 也未知道佛常住不便 于是施设诸天供养 散放种种花 墨香 土香 演奏天乐 用来供养佛 这时佛问嘉业菩萨 善男子 你看见此大众中的稀有之事吗 嘉业回答 看见了 世尊 见到诸如来 无量无边 不可计量 接受大众人天所供奉的饭式供养 又看见诸佛的身量高大 所作之处 却如同针锋一样小 被大众围绕 却不相障碍 又见大众都发誓愿 说十三个计言 也知道大众心中认为 如来现在只接受我的供养 假使纯陀所供奉的饭式墨碎 如同微尘大小 一尘给一佛都不够分的 却因为佛神力而充足一切大众 只有诸菩萨摩赫萨和文书施利法王子们 能知如此稀有之事 都是如来方便实现 圣文大众和阿修罗等都知道 如来是常住法了 世尊又问纯陀 你今天所见的是稀有奇特的事情吗 是啊 世尊 我先见到无量诸佛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自身 今天见到与菩萨摩赫萨体貌不同 非常舒妙 只见佛身如同药术 被诸菩萨摩赫萨之所围绕 佛告诉纯陀 你所见到的无量佛都是我变化的 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 让他们欢喜 菩萨摩赫萨的修行不可思议 能做无量佛事 纯陀 你今天以成就菩萨摩赫萨之行 得住实地 菩萨所行已经具足成就了 佳业菩萨对佛说 世尊 如是如是 如佛所说 纯陀修成菩萨行 我也要随喜 今天如来为未来无量众生做大明灯 说此大成大涅盘境 世尊 一切经典所说是有余意还是无余意呢 善男子 我所说的也有余意也无余意 纯陀对佛说 世尊 如佛所说 所有之物 不识一切 唯可赞叹 无可亏损 所有的不识 只能赞叹 不能亏损 世尊这是什么意思 持戒和悔戒有什么差别 佛说 除了一种人 其余一切不识 都应该赞叹 纯陀问 什么叫除了一种人 佛说 正如此经中所说破戒之人 纯陀又说 我今天还不明白 希望如来解说 佛说 纯陀 破戒者就是一产题 其余的一切不识 皆可赞叹 并且获大国报 纯陀又问 一产题是怎么回事呢 佛说 纯陀 如果比丘 比丘尼 幽婆塞 幽婆疑 说粗恶的话 诽谤正法 造此严重罪业 且永不改毁 心无惭愧 这些人就是乐于 走向一产题的 如果有人犯了四重罪 做五逆罪 自己知道 一定是犯罪了 如此重大的事情 心里不不为惭愧 不肯发露罪行 对佛正法 永无护悉 见利之心 回子轻见 言语中多有过患 这样的人 也是乐于 走向一产题道的 如果又说 无佛法僧 这样的人 也是一产题道 除了这些一产题背 其余的不识 都要赞叹 纯陀又对佛说 世尊 所说的破戒 是怎么回事 佛回答 纯陀 如果犯了四重 及五逆罪 诽谤正法 这些人就是破戒 纯陀又问 那么这些破戒 可以就拔吗 佛回答 佛回答 纯陀 有因缘 才可拔击 如果穿着法衣 没有舍弃 心中常怀惭愧 恐怖 自责 心想 为何要犯下 如此重罪 造下这么重的苦液 心中改悔 生起护法之心 希望建立正法 心想 如果有护法的人 我应该公养 如果有人读诵 大成典者 我要向他学习 并受持读诵 自己通达之后 也要为别人解说 我说 此人不是破戒 为什么呢 善男子 比如 日出能除去一切尘物 此大涅槃 微妙经典 出兴于世 也是如此 能除众生 无量劫中 所作重罪 所以 此经说 护正法者能的大果报 能拔击破戒 如果有人 毁谤此正法 能自心改悔 而回归正法 自己认识到 所作的一切都不对 都是害了自己 心中恐怖 惊惧 惭愧 除了正法 更无可以救护自己的了 所以应当回归正法 如果能如此 皈依不失 此人得福无量 可以接受世间公养 如果犯了如上 恶业之罪 如果经过一月或十五日 仍然不生 皈依发露之心 那么 不失此人的果报 就很少 犯无逆者 也是一样 如果能生毁 心内怀惭愧 知道我所做的是 不善之业 非常苦恼 希望建立 护持正法 这就不叫 忤逆罪了 如果不失此人 能得福无量 如果犯你罪后 不能生护法 皈依之心 不失这种人 没有什么福报 另外 善男子 犯了重罪的人 要仔细听 我为你们详细解说 你们要这样想 正法即是如来 微秘之葬 所以我要 护持建立 不是这样的人 能得大果报 善男子 比如女人怀任 临产的是时候 正值国土慌乱 于是逃往他国 在一个天庙中生产 不善 听说故国安隐风俗了 就带着孩子 打造回国 路上正遇到河水掌报 背着儿子过不了河 于是心想 我宁愿跟孩子一起死 也不能舍弃孩子 独自渡河 之后母子都死了 命中之后 生于天上 此女人本性必恶 因慈爱孩子 而能生天上 犯了四重 禁武无见罪 却能生起护法心的人 也是如此 虽然之前 做了不善之夜 因护法故而成为 世间无上福田 死护法者 又如是无量果报 纯陀赴言 世尊 若一产题 能自改毁 恭敬供养 赞叹三宝 是如是人得大果报部 纯陀又说 世尊 如果一产题 能自己改毁 恭敬供养 赞叹三宝 不是此人 能得大果报吗 佛说 善男子 你不应该这样说 善男子 比如 有人吃安罗果 把河吐在地上 然后心想 此果河中 应有甜味 于是把果河捡起 打破后品尝 发现味道疾乎 心中悔恨 有担心失去种子 就种在地上 心情达理 用苏油乳随时盖灌 你认为可以生长吗 不能使尊 就算天降无上干雨 也不能不生长 善男子 一产题也是如此 燃烧了善根 又怎么能除罪呢 善男子 如果能生善心 则不叫一产题了 善男子 因此 一切所是所得的果报 并不是没有差别的 为什么呢 不失声闻所得报不同 不失辟之佛的报也不同 只有不失如来 才能获得无上果 所以说 言一切所是所得的果报 并不是没有差别的 纯陀又说 那么为何如来说 那个妓子呢 前面妓子说 不失果报没有差别 佛说 纯陀 有特别的因缘 我才说此计 王舍城中有个幽婆塞 心中没有惊心 奉是尼尖 外的 跑来向我请教不是 因此 因缘我才说此计 此计也是为菩萨摩赫萨 等说秘密藏的道理 此计是什么意思呢 在一切中会排除一些 要知道菩萨摩赫萨 乃人中之雄 对持戒人不失所需 舍计破戒 如同除去杂草 另外善男子 如我从前所说 一切江河 必有回局 一切丛林 必名树木 一切女人 必怀禅局 一切自在 必受安乐 一切江河 必然有弯曲 一切丛林 必然叫做树木 一切女人 一定怀着禅局 一切自在 必然享受安乐 这是文殊师利 菩萨摩赫萨 从做而起 偏袒右臂 右膝着地 向佛祖礼拜 而说即言 非一切河 必有回局 非一切林 西名树木 非一切女 必怀禅局 一切自在 不必受了 不是一切河 一定有弯曲 不是一切林 都叫做树木 不是一切女人 都心怀禅局 不是一切自在 必然享受快乐 佛所说的计 还有未说出的意思 希望如来哀敏 解说因缘 为什么呢 世尊 在此三千大千世界中 有小舟叫居耶尼 那里有河 笔直布弯叫缩婆耶 如同墨县 直入西海 此河之相在经中 佛未曾说 希望如来 解说方等阿含经中的 有余意 让诸菩萨深解此意 世尊 比如 有人先认识金矿之后 就不认识金 如来也是如此 进知法后所演说的 就有剩余 不能穷尽 如来既然做出 这样的有余说 就应当方便解释 其中一句 一切丛林必是树木 这也有余意 为什么呢 种种金银琉璃宝树 也叫做林 却不是树木 一切女人避怀禅局 也有余意 为什么呢 也有女人 擅持境界 功德成就 有大慈悲 一切自在 必受快乐 也有余意 为什么呢 有自在的人 如转轮圣地 如来法王 不归属 死魔不可灭尽 但是范是诸天 虽得自在 却是无常 除非得到 常住不便 才是自在 如同大乘 大班涅槃 佛说 善男子 你现在很会辩论呢 先停下 仔细听 文书失利 比如长者患病 良意诊断后 为他调配羔药 这病人希望多吃 医生说 如果能消化 才可以多吃 你今天体弱 不应多吃 要知道 此膏叫甘露 也叫毒药 如果多吃 不能消化 就是毒 善男子 你不要说 此医生所说的 违法医理 贬低高利的作用 善男子 如来也是如此 为国王 后妃 太子 王子 大臣 也为波斯尼王 王仔 后妃的焦曼辛 为了调服 事象恐怖 如那个梁依一样 才说刚才的几字 文书失利 你要知道 如来所说的话 没有漏失 大帝可以反复 如来之言 永远没有漏失 因此 如来所说 一切都有余意 此句应该是 文书失利所说 佛在文书失利 善哉善哉 善男子 你早就知道 此中道理 也为敏哀一切众生 让众生得智慧 所以广问如来 此计的意义 这是文书失利 法王之子 又对佛说寄言 于他言语 随顺不腻 义不观的 做亦不做 但自观身 善不善行 对别人的言语 要随顺不腻 不要观察别人的行为 只要观察自己做的 是不是善行 世尊 这样的说法 恐怕不是正说 对别人的语言 随顺不腻 希望如来垂哀正说 为什么呢 世尊常说 一切外学九十五种 都是去向恶道 生文弟子 都是走向正路的 如果能护禁戒 摄持威仪 安慎诸根 这样的人 是非常热爱大法 而走向善道的 如来为何 在九部经中 见到有悔他者 就要何则 如此记忆是 倒向何处呢 佛告诉文书施利 善男子 我说此计 也不是为一切众生的 当时只是对 阿都世王而说 诸佛世尊若无姻缘 永远不会逆人所说 有姻缘才说 善男子 阿都世王害父亲 后来到我这里 打算舍服我而问 世尊有一切智 还是无一切智呢 如果是一切智 那么 条达在往昔无量时中 常怀着恶心 随主如来 为了杀害如来 为何如来 还允许他出家 善男子 因此姻缘 我为他而说 那个计言 于他语言 随顺不逆 亦不关他 做亦不做 但自观身 善不善行 我告诉他 你今日杀害父亲 已做下逆罪 是罪重无件罪 应当发露 以求清静 怎么还能见别人的过错 善男子 因此我为国王而说此计 另外 善男子 我也为护持不悔境界 成就为夷 却总计教他过错的人 而说此计 如果有人受到教诲 远离重物 又能教导他人 让他们远重物 如此之人是我弟子 就是说 所谓不见他人过 更多的是 针对自己修行 教导大众 应当喝则 不正当的行为 这时 世尊为文书 施力说几言 一切为刀杖 无不爱受命 术即可为欲 勿杀勿行账 切众生 畏惧刀杖 没有不爱惜受命的 把众生 看作自己而宽恕 不要伤害他们 这是文书施力 又在佛前而说记 非一切为账 非一切爱命 术即可为欲 勤作善方便 不是所有人都害怕刀枪 不是所有人都爱惜生命 把别人看作自己 要讲究方便之道 如来说的这个法句之意 也是不尽的 为什么呢 比如阿罗汉 转轮圣王 玉女 像马 主葬 大臣 天人和阿修罗 拿着利剑 都不能伤害他们 勇士 猎女 马王 兽王 十戒比丘 面对这些 都不会恐怖 因此如来说记 也是有余的 如果说讲 别人看作自己 而宽恕 也是有余 为什么呢 如果让罗汉 把别人比作自己 那样就有 我想和命想 如果有我想和命想 就应该拥护 凡夫也应该看得见 阿罗汉了 这样的想法是邪见 如果有邪见 命中的时候 就应生于阿比 地狱 再者 罗汉如果假设 众生生出伤害心 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无量众生 没有能伤害罗汉的 佛说 善男子 所谓我想 是指对众生生大悲心 无杀害的念头 也及阿罗汉平等之心 不要说 世尊没有因缘 而做的你说 昔日在此王舍城中 有个大烈士 杀了路请我吃肉 我当时虽然受请 却对众生有慈悲心 等同众生如罗 罗 而说济言 当令入长寿 久久住于世 受持不害法 有如诸佛受 要让你长寿 久住于世 学习不受伤害的法 得到有如诸佛的寿命 是故我说世纪 一切为刀杖 无不爱受命 数即可为欲 勿杀勿形杖 一切众生畏惧刀杖 没有不爱惜受命的 把众生看作自己而宽恕 不要伤害他们 佛说 善哉善哉 文书师利 你为了诸菩萨摩赫萨 询问如来如是密教 这时文书师利又说一句 云和敬父母 随顺而尊重 云和修此法 多于无见义 为何要尊敬父母 随顺而尊重父母 为何修行此法 却多于无见地狱 而是如来 父为文书师利菩萨 重说济言 若以贪爱母 无名以为父 随顺尊重事 则多无见义 如果把贪爱当作母亲 无名当作父亲 随顺尊重这些东西 就会堕落无见义 这时如来又为文书师利菩萨 重说济言 一切属他 则名为苦 一切有己 自在安乐 一切交慢 是极报恶 贤善之人 一切爱念 一切都要依靠别人就是苦 一切有己 才是自在安乐 一切交慢的人 都是非常凶恶的 一切贤善之人 都要敬爱 这是文书师利菩萨 摩赫萨对佛说 世尊 如来所说的 也是不尽圆满 希望如来在垂埃米 讲解其中因缘 比如 长者从事学习的时候 是依靠老师吗 如果是 那么先前说的 记子就有问题 如果不是也不对 明明是依靠老师 如果这样能得自在 也是不对 学习的时候 不能有己 所以 如来所说的有余 再者是尊 比如 王子不学无数无 所以愚蠢苦闷 这样 王子如果说 他是自在的 也不符合 记子的意思 如果说是依靠他人 也不对 王子很自在 因此佛所说的 意思有余 所以 一切依靠他人 不一定受苦 一切自在的 不一定快乐 说一切 骄傲的人 都凶恶 也有漏洞 世尊 比如 猎女因骄傲 而出家学的 护士 进界 威夷成就 手 射诸根 不让六根 吃赛 所以 一切 骄傲的人 不一定 报恶 说一切 闲善的人 都要敬爱 有漏洞 比如 有人偷偷地 犯了四重禁后 不舍弃 法医 坚持 威夷 护法的人 见到后 也不会敬爱 驱赶他 让他还俗 死犯 借人命中 后要夺地狱 因此 一切 闲善的人 何必都要敬爱呢 这是佛告诉 文书施利 也为有特别的 因缘如来 才说的那些话 又有因缘 让诸佛如来 而说此法 当时王舍成 有一女人 名字叫善贤 回到父母家 又来拜见我 皈依于我和法众僧 而说 所有的女人 都不自由 所有的男子 都自在无碍 我当时知道 此人的心思 就为他宣说 如此寄送 文书施利 善哉善哉 你现在能为 一切众生 询问 如来此秘语的意义 文书施利 又说几言 一切诸众生 皆以饮食存 一切有大力 其心无极度 一切因饮食 而多得病苦 一切修静行 而得受安乐 一切众生 都依靠 皆以饮食生存 一切有大势力的人 都不会极度 一切人 也为饮食 而多病苦 一切修行 静行的人 能得享受安乐 如果这样 世尊 现在接受了 纯陀的饮食供养 难道如来 也要有恐怖了 这时世尊 又为文书说几言 非一切众生 既以饮食 存非一切大力心 皆无极度 非一切饮食 而治病苦患 非一切静行 息得受安乐 不是一切众生 都依靠饮食生存 不是一切大势力的人 都不会极度 不是一切人 也为饮食 而导致病苦 不是一切静行 都能得到安乐 文书势力 你如果得病 我也应该得病 为什么呢 诸阿罗汉 极僻之佛 菩萨如来 实际并无饮食 只是为了化度众生 而视线受用无量众生 施舍之物 令他们巨足 谭波罗密 拔击地狱畜生 恶鬼的众生 如果说 如来六年苦行 身体雷兽 是不对的 诸佛世尊 超越诸有 跟凡夫不同 如何会雷烈呢 诸佛世尊 精勤修习 获得金刚之身 不同于世间的危险之身 我的弟子也是一样 不可思议 不依靠也识 一切大势力的人 不会极度 也有不尽意 比如 世间人一生 无有极度之心的 也没有势力 一切病苦 也为饮食而得 也有余意 也为有人的外伤 比如刀剑 一切净行能受安乐 也是有余的 世间也有外道之人 羞于犯行 却多受苦恼 因此 如来所说 一切有余 叫做如来 不是没有因缘 而说此计 是有因缘而说 昔日在悠产尼国 有婆罗门教 古迪德 来到我所 要受第四八戒斋法 我在那时 为他说此计 这是家业菩萨 对佛说 世尊 什么叫无余意 如何又是一切意呢 善男子 所谓一切 只有诸道 常乐的善法 叫做一切 又叫无余 其余的诸法 也叫有余 也叫无余 希望乐法的善男子 能知此有余 和无余之意 家业菩萨非常欢喜 对佛说 太奇特了 世尊 同等对待众生 如罗 罗一样 这是佛赞家业菩萨 善哉善哉 你今天的见解 非常微妙 家业菩萨对佛说 世尊 希望如来解说 此大乘大涅槃经 所得功德 佛告诉家业 善男子 如果有人听闻此经名字 所得功德 不是生文辟之佛等 所能宣说的 只有佛能知道 为什么呢 也为此不可思议 是佛的境界 何况受持读诵 通力书写此经 这是诸天世人和阿修罗 在佛前一口同音 而说几言 诸佛难思议 法僧亦复然 事故今劝请 惟愿小庭柱 尊者大家业 即以阿南等二众之眷属 且待续一致 并及摩家主 阿都市大王 致心静信佛 由故未来子 唯愿于如来 小锤哀敏住于此大众 中断我诸一望 诸佛难思议 法僧亦如此 所以我们希望 世尊烧庭 尊者大家业 和阿南二人 以及眷属一会就到了 还有摩家主阿都市王 至心静信佛 因故还没到此 希望如来 爱敏停留片刻 在此大众中 断除我们的遗忘 这是如来 为诸大众而说几言 我法最长在 是明大家业阿南勤 精尽能断一切意 如等当地官 阿南多文士 自然当解了 是长吉无常 一事顾不应 心怀于忧恼 我法中的大弟子 是大家业 阿南精尽 能断一切疑惑 你们要仔细观念 多文之是阿南 自然能了解 常和无常 所以不应心怀忧恼 这事大众 以种种物供养如来 供养佛之后 即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无量无边 横河沙等诸菩萨 被得到出帝国 这是世尊为文殊师利 家业菩萨 唇佛受祭 受祭之后说 诸善男子 你们要自修其心 小心不要放异 我现在背痛发作 全身疼痛 我要躺握如同婴儿和肠患病的人一样 你们文殊菩萨等 要为四部广说大法 现在把此法附主给你 等到家业阿南来了以后 也要附主如是正法 这是如来说 此语后 为了调拂众生 而视线病痛 右侧邪卧 如同病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队